下一位要上场的是 在突围赛阶段 本来已经要被淘汰了 但是实在表现过于优秀 发挥异常出色的这么一个新人 被我们复活回来了 掌声有请邱瑞 你们好 我叫邱瑞 是个程序员 为什么 你们这有什么的 这有什么好呢 我们这程序员也太多了 不值得这个掌声吗 我觉得我跟掌好比 我这个职业就太普通了 我这人就更普通 在公司老板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每次叫我都是 那个那个王涛是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 反正我也想不起你的名字了 那我就吃你一个吧 有一次他把我当王涛骂了半天 我也没纠正他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嘛 王涛在旁边也不敢纠正 他不知道老板是在指路围马 还是在纸上骂怀 还是在纸上骂怀 我这太好了 我不想上班不是因为老板叫不出我的名字 是他这个人抠得有点太伤心病狂了 好 这个好 你抠马怀 我老板真的太抠了 那个人 永远把钱省在刀刃上啊 前段时间跟我们说 明年咱这个无线网就不打算续费了 你们想办法去趁隔壁公司WiFi吧 不是咱们公司已经开到着闭通光的程度了 那我到隔壁面试去好不好啊 我要是过了呢 就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我要是不过 还能把他们WiFi密码给你带回来 我光在公司省钱我就忍了 还总在后面给你贴乱呢 说自己特别懂技术 我们在前面坑驰坑驰写代码 他在后面熬夜帮你改啊 然后一行代码给你改进去五个bug 我就没见过写bug这么专业的人 你说他懂技术吧 这里边有五个bug 你说他不懂吧 他能改进去五个bug 太牛了 太牛了 稳了 有一天到凌晨两点多 我都准备睡了 被bug报警吵醒了 就在群里问了一嘴 有没有人动我的东西 就果然被我老板改了 他改我的理由也特别离谱 他觉得我手这么没有大血 太丑了 我看是嫌我头发太多了呀 这跟半夜跑到被窝里 薅我头发有什么区别 他对别人代码要求特别阳格 自己写的东西跟名语一样啊 我就试问 哪个正常人会把自己的代码起名叫 Are you okay 还有一次老哥给代码起名叫 Eats ugly But useful 我点进去看确实很ugly 就想看一下他到底有多usful 我就把整段都删掉了 发现毫无变化 我就给他代码改了个名 Eats nothing But ugly 最近他又开始梦见什么狼性文化了 开始在公司搞末位淘汰 每个月开除一个表现不好的员工 这哪里是狼性文化啊 这不是狼人杀吗 咱们公司一共就杀人 就别莫为淘汰了吧 我自己离职就得了吧 临走之前我老板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呢 王涛公司离不开你 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秋瑞 我的好婚 很贵啊 他敢卖下来就 谢谢秋瑞 喜欢秋瑞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下面这位特别爱上班 自己也当过老板 至今应该也是笑格文化 最喜欢在公司待着的人 掌声欢迎呼喊 看来我投我期待了 大家好 我是乌拉 我在外面看我就在想 看见没有 不要轻易惹程序员是吧 我刚才在上面看我就觉得我老了 我觉得凤凰传奇怎么这么好听啊 其实凤凰传奇有粉丝其实不意外 但是我在网上看见有人说 他是增益的维粉 就只喜欢增益是增益的维粉 然后你知道增益的维粉 去找喜欢增益的那个角度 要非常非常刁钻 他说至少增益唱Rap 我们能听得清 这话说的我唱Rap 你们也听得清啊 不见他不好听啊 不聊我们哈圈这些事了 今天我们聊职场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跟以前年轻人很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工作的时候会思考意义 工作意义是什么 他想不明白他永远不工作 前一时间我在马路边喝酒来个年轻人 我说你做什么呢 他说我是诗人 我就知道没有工作嘛 但咱情长这么高 我说你是那种一毕业就当诗人了吗 他说是 我说诗人稳定对吧 至少 赫拉他跟我聊 他说他是东北的 我说那也算是个边塞诗人了 然后他后来给我讲 他说他为啥不工作 觉得啥都没意义 工作也没意义 最后说机动了 他说你说觉得哥 我这人生还有意义吗 我得劝啊 我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有什么意义 我说有教育意义啊 对我来说都是先做事 再去想这事有啥意义 意义有多大 完全取决 这是能做多大 我刚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上台说脱口秀 可以不用抢票 谁知道一路说到今天 你现在记者在问我说 你当初为什么说脱口秀 我说那是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啊 经常是记者没打第一 我说咱暂停一下 我有点感动到自己了 记者说我真没想到你说 脱口秀竟然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 我说我也是刚想到的 而且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工作的意义 老板会帮你找 这个时候同样一句话 你会觉得很难听 你们想想看 一会儿李丹跟我说 忽然咱们说脱口秀 是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 我肯定说我可去你的吧 我是把欢乐带给了人间 但是你把钱带回了家呀 太早了 看着拍灯点有点多啊 都无灯可拍了 李丹很聪明 不会说这种话的吧 但是很多大佬爱骂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赚钱和说话 你只能占一样 对吧 所以说现在老板说啥 员工都不信 他说你最近表现不错 是不是想让我都干活 最近表现不好 POA 是不是POA 肯定POA 在员工眼里 就是总有阵想害刀民 所以说做老板就少说话 我干活你给钱 我加班你给加班费 就这么简单 我加班到半夜 你说这是福报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好人一生平安 你要这么说 我就来劲了 那我也不干活 月底就拿钱 你也别说我上班消购饭 我这叫职场化缘 化缘 化缘讲究的是一个缘 你老板遇到我 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要度得及 感好应该是走了 感好应该是走了 而且你花钱养我 我帮你积功德 这不是我的福报 这是你的福报 而且你能感觉到的那种洗脑 其实都是失败的 你说这是洗脑 这是失败的 真正的洗脑 都是润无息无声的 我之前家里 我亲戚的孩子毕业 说去了一家科技公司 我说公司做啥子 他说公司规划了很多业务 目前主要是贴膜 手机周边加互联网金融 我听着都不合法 他说老板还给了他股份 我说这你也敢要 他说我们是合伙 我说你们这是同伙 等公司上市了 手里股票值好几亿 我说行吧 他说上市公司 卖壳壳壳 没想到卖的是手机壳 他们发股份 是因为老板没钱 不给发现金 每个月只发股份 因为不发钱 上班迟到什么之间 也没法扣钱 只能扣股份 他妈打电话问他 说干打电话 他说多的也没法说 反正上个月迟到十分钟 亏了三千多万 他妈都吓坏 他说你是抢银行 迟到了十分钟吗 反正他积极性贼高 感觉在给自己干活 在奋斗 在做自己的事业 我说行吧 反正干得越好 判得越早 我觉得我这个弟弟 很快就会发现 老板在骗他 然后变得虚无 然后认为 全天下老板全是骗子 然后最后成为一名诗人 年轻人太难了 什么股票齐全 你以为是上天的礼物 其实那是难给的诱惑 所以说 对年轻人来讲 你得自己知道 自己要啥 我奋斗是因为我想奋斗 不是说老板说 你应该要奋斗 你在职场的这种 世俗的眼光来看 增益二十年了 成长性几乎是零 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呦呦呦呦呦 一直只知道 做自己分裂的事 但是怎么样了 人家活的时间 比很多企业活了多久 对吧 对于老板来说 对吧 即使为了生态平衡 你们也少骗一点年轻人 当狼把羊吃光了狼 就是羊 对吧 好了 接下来互乃 感谢互乃 喜欢互乃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表现得正常发挥 挺开心的 我感觉我这场上挺稳的 我设计的所有东西都小 今天表现其实基本上达得了我的要求论 然后带上 就看邱瑞和 不拿谁能到一百九了 我就互乃 你叫邱瑞 我喜欢互乃这一套 我吧 我喜欢邱瑞 我也觉得邱瑞好 好的 我们来公布票数 一百 九 哦 就他一奖啊 我们首先恭喜互乃189票 晋级上位区 邱瑞晋级上位区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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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区域的状态 现在看见特别的稳定 然后他会有创作能力 你只要具备这两点 你就能走得很远 后来你就不要讲了 他就是就是 无论是气场把控这个节奏 今年 我认为 有可能是冠军 我讨论天下 你只要是冠军